崔花 崔花 你怎么伤得这么重要 这谁 敢带弩来学校 这个是玩具工女的弩架 虽然是玩具 但是也是有杀伤力的 一定是有人 有她打伤了崔花 这里只有弩架 那个人手里 可能还有其他弩箭 我要去查监控 看看到底是谁 伤害了我的崔花 这个玩具弩 我听大嘴说过 不行 我得去看看 校长 这个是在崔花身上取下来的 没错 这就是弩上的箭 居然还用基础箭头 伤害小动物 真是残忍 这猫怎么叫的这么惨 大嘴 你吓到校长的猫了 校长来了 快跑 完了完了 那个玩具弩 还真是大嘴的 好啊 这下被我抓到了吧 大嘴 这个是你的玩具弩架吗 我如果说是 那我是不是就大难临头了 不管承不承认 你都要大祸临头了 你居然用弩箭 打伤我的崔花 它的后背都被扎伤了 没有呀 我戴的这个是玩具弩 而且根本没打到校长的猫 这个箭头不是我的 那你的弩箭呢 快拿出来看看 你们看 我的箭头是吸盘的 根本没有杀伤力 这两个还真是配套的 刚才一着急 没仔细看监控 可是你们偷偷戴玩具 来学校 也是违规的 没收 你再去把和你比赛的同学的弩箭 也没收过来 完了 这下 要被刘蛋蛋骂了 我这大嘴 打伤了翠花 猫在跑 它不可能打得那么准 现场可能还有弩箭 强强 你的白宝大里 是不是有磁铁 借我一下 居然有这么多 而且 全都插进了土里 杀伤力这么强 翠花 还真是命大呀 连续打了这么多金属箭头 分别是故意 打我家翠花 这个箭头 很粗糙 好像是自己打磨出来的 这个弩 很可能是自制弩 这种弩箭 杀伤力特别大 持有自制 杀伤性弩箭 是违法行为 一定得找出 那个人才行 这些箭头 都是从围墙方向 斜插进土里的 小长 很可能是校外的人 打伤了翠花 走 校外围墙 我也安装了监控 一定要找到那个 坏孩子 这个小孩 好残忍呀 看着和我差不多大 居然伤害了 这么多只小包 我的花花啊 他跑都跑不掉 我要报警 让这个熊孩子 受到惩罚 自制弩箭的那个小孩 我们已经找到了 他在追流浪猫 结果不小心 把行人的眼睛 给打砸了 那个小学生 也太过分了 流浪猫 也是一条生命呀 就是救世 一定要好好教育 还有他们家长 居然让小孩子 带这么危险的东西出来 也应该受到处罚 放心 你家猫猫的治疗费 他们是要赔偿的 自制武器 不可取 害人害己呀